中美要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了 那么在签署之前 美国送上了一份大礼 把中国移出了汇率操纵国的黑名单 而即将登场的签署仪式 则将出现美国非常高调 中国蛮低调的两样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川普总统非常大肆地宣扬 美国签约的成就 但是呢中国的官方媒体 则是淡淡地说 大家也别高兴得太早 贸易战还没有落幕呢 怎么会将美国这么高兴 但中国好像情绪有一点平淡呢 到底这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对两国来讲各自代表着什么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带您快来看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个贸易协议将会在美国时间的 1月15号正式签署 地点呢选在白宫 而协议的内容当中呢 包含了非常多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目前所流出来的 一些大概上的一些内容 其中呢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中国承诺 愿意呢要多购买美国商品 这是让美国愿意接受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川普要选举了嘛 他需要这么多的订单 来好好的巩固他的选票 所以我们来看中国的承诺是什么 两年呢会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物 那货物当中包含着非常多 不全是农产品 好我们来看其中工业商品 包括了750亿美元 另外呢能源的部分呢 有500亿美元的一个价值的能源要买 另外农产品呢 承诺是两年要买400亿美元 还有呢服务的部分呢 要买350亿到400亿美元 好这个是中国方面的承诺 好了那有这些承诺 可以让川普跟他的选民交代啦 开心啦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华府 就在签署之前送了一份大礼 好这是什么大礼呢 2019年8月5号 当时的美国啊 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黑名单 说你们一天到晚就操纵人民币 可恶我要惩罚你 好一天到晚代替月亮惩罚别人 好我们来看他惩罚他什么 被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的后果是什么 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也好紧张 因为呢虽然我们是任美国当老大 但是呢他好像也没有对我们很好 也说要把我们列为汇率操纵国 我们是观察名单 好恐怖好恐怖 好到底被列入这个汇率操纵国 到底会怎样 好首先你可能就会被惩罚 没有办法得到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融资 这个海外投资公司不能投资你哦 所以呢你未来如果很需要这笔资金的话 就没有办法从这里取得 再来就没有办法去参与美国政府采购的标案 好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或对中国来讲 因为反正中国也不太会去接美国政府的标案 美国政府标案不会给他嘛对不对 不是挡了一堆吗 什么华为中心都不可以啊 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一点 对于中国来讲觉得随便你啊 随便你要惩罚就惩罚 反正我本来就不是嘛 好再来呢就是美国要把汇率操纵国当成他贸易谈判的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我们看到被列为汇率操纵国当中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惩罚 这样的一个后果 所以呢在2019年的8月份 中国就被列为汇率操纵国了黑名单 然后说他每次都操控人民币 好那被列人就列了吗 但是呢现在他说哎哟 我觉得你还挺好的哦 觉得中国有诚意哦 虽然从这个中国说 他就讲了说中国你们有有有 我看到你好像没有操纵人民币了 随便移出了黑名单 但依旧在观察名单当中 不过移出来的这个动作 立刻呢就被解读了 这个是美国在贸易协议签订之前 对中国释出的善意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搭着黑头车 现身中国北京首都机场 准备前往美国和白宫当局 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为了让会谈顺利进行 美国也率先释出善意 美国财政部13号宣布 决定让中国从汇率操作国民登上剔除 除了评估进行中国货币发展情况 也呼应中国在第一阶段协议时 承诺会对于汇率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 而这是美中签署的贸易协议 美国透露中国除了承诺 会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还会在两年内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 此外协议中一样附带折返条款 只要中国没履约 美国就会立即恢复签约前的关税 只不过这些签约内容 中国方面却迟迟没有证实 美国一方面和中国磋商 另一方面却没有停止 对中国继续施压 除了没有取消过去一年半 对中国3700亿美元的商品 所加征的关税 美国政府还以担心中国歉密为由 计划永久停用1000架 中国制作的民用无人机 美国国会更准备讨论 禁止联邦政府采购美丽 China的无人机 一连串的动作外界认为 美国正在针对美中贸易第二阶段协议积极布局 希望对后续的谈判 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三连新闻问题报道 好 我们看到真的要签了 这个贸易的大战 从2018年的3月一直打到 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 那么打了这么久 终于要签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在哪里签 跟谁签大有玄机 而且跟谁签在哪里签 包含了中美两国对这个贸易协议定义上的根本不同 我们要那里来看到玄机在哪里 首先谁来签 大家还记不记得川普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不断地说谈好了谈好了我要跟习近平签 然后习近平可能APAC签 后来没签 跟习近平哪里签这里签那里签 签了老半天还没签 但是终于谈好了第一阶段了 人选很特别 刘鹤跟川普签 你没有听错 刘鹤跟川普签 通常这样两国重要的协议 签数的人签数的代表应该是要对等的 刘鹤你应该要跟赖海泽签吧 再不然刘鹤跟米努签签吧 跟他们的财政部长 或者是跟他的经济顾问签吧 刘鹤可以跟川普签 刘鹤你是总统吗 川普怎么愿意 这个屈尊 这个将格来跟刘鹤签呢 你就看得出他迫切的心意了 所以呢现在有非常多分析家都讲了 川普说他亲自来签这件事情 很奇妙 再来地点 两国要签约 通常会选在一个第三地 你选在美国 感觉好像中国千里迢迢 跑到美国去签了一个约给你 感觉中国觉得好像不是很好 那如果这个约改在北京签呢 川普千里迢迢跑回北京 跟你签一个约 感觉不是很好 通常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议的话 通常会选在第三地 比如说像之前川普要见金正恩 不是会挑在新加坡 挑在越南吗 挑在哪一个别的地方嘛 所以呢 他说挑在白宫签 这个也很特别 所以呢他说挑在白宫签呢 这让美国觉得 哇你看他很高兴 觉得你看我把中国人叫来叫来 叫来白宫坐着盯着你签 这感觉好像可以让川普在 他的一个这个政见 在他的一个政 他的一个政绩当中 他可以这个大奖特奖 很得意啊 你看我川普我叫他来就来 叫他签就签 叫他买农产品就买 好像还不赖哦 再来呢我们都要看到时机点了 大家讲说 或许呢川普他愿意亲自来签 挑在白宫签 再再都是为了他的选举利益 因为现在的川普一来他要连任 他的民调一直低落 再来呢他深陷这个弹劾风波 所以呢他非常需要一个政绩 可以让他跟他的选民来宣传 他非常需要出出风头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呢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要签下这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再来我们就带您看 那再要签啦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好不容易谈好啦 签第一阶段啦 中美两国之间的态度也大不相同 美国是大肆宣传 但中国蛮低调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川普的大肆宣传 这个川普他现在完全不假 他人之手了 什么发言人不需要了啦 白宫不需要发言人 他自己搞定就OK 我们来看这个是他大老早的 他就已经在他的推特 他就已经宣布说要签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了 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川普就自己 在他的推特当中就写 他说我我要签咯 签一份这个very large 非常庞大 而且呢非常comprehensive 非常广泛的一个phase one trade deal 我要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要签咯 然后呢要跟China签 在1月15号 你看他自己来宣布了嘛 都不用别人宣布自己来 然后他讲了 这个签署的仪式 即将会在白宫来进行 你看跟大家这个宣传一下说 你看我把他们叫来咯 然后要签一个大协议咯 然后呢他讲说 你看这个非常high level 非常高层的这个中国代表会来 你看被我叫来叫来白宫 然后呢他说签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之后 他还继续讲哦 他说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会去北京 他说他要去北京耶 然后呢他说我会继续谈phase two 就是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 所以你看这个川普老早不断的说 我们要签第一阶段了 你看在我的谈判 我高端的谈判技巧之下 搞定了都签好了 大出风头很棒 然后我还要继续去谈第二阶段 要帮美国争取更多的权益 好你看大肆宣传 然后呢其实除了川普之外 近来包括了赖海哲 包括了米努钦 包括了很多的经济顾问 真相轮番上美国的媒体 去大谈特谈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要签 相较于中国 中国方面非常低调 对于第一阶段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 在这个播出的 然后呢官方都没提 不断的有记者问 然后他们就讲说 等签了之后你就知道内容了 等签就知道了 跟美国完全不同 美国早就有消息说 签了哪些哪些 要买多少多少 买这个买那个 然后呢他们很有诚意 他们愿意乖乖做什么 有的没的一大堆 然后我们看到中国方面 有官方的一个这个社论 叫做陶然笔记 陶然笔记呢就 给大家浇了一个冷水 你看美国好开心 签了第一阶段了 多棒内容多好多周全 中国让步了多少 但是呢陶然笔记呢冷静 他说别太高兴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就只是第一阶段而已 然后他说只是暂时的一个斗点 贸易战还没有结束呢 他在提醒所有的中国人民 贸易战还没有结束 所有的关税并没有被全部取消 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冷静 冷静的好好对待 接下来的贸易谈判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方面大肆宣传 同时呢他说为了要确保 中国方面一定会好好做好他的承诺 所以呢中国跟美国之间 还要重新开启定期的会谈 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 包括像小布希总统 包括像欧巴马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中国跟美国之间 其实每半年会有一次全面经济对话 中国美国他们会好好坐下来 谈一谈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 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可能可以沟通一下 这个那个好好谈一谈 但是呢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他觉得不用谈谈什么啊 没什么好谈啊 谈了老半天他觉得中国听不懂啊 所以呢就直接客观税了 直接用这个贸易战就开打了 没有什么再跟你对话了 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呢他们说第一阶段都谈好了 而且第一阶段不是谈好了 你要买这个买那个吗 他说我要监督你买啊 所以呢这个全面经济对话重新恢复 定期的要协商一下经济问题 同时监视一下中国你有没有做到你的承诺 所以呢现在已经确定了 将会由这个经济顾问赖海哲 那还包括刘鹤 他们两个人每个半年就会一次 然后看看双方的这个贸易的一个这个协定 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一个落实 那么到底呢这第一阶段的协议 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 13号已经抵达美国华府 预计15号在白宫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之前川普一直嚷嚷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签 但人家派出刘鹤 川普竟也同意让中方慎感意外 肖叫美国大张旗鼓大肆宣传 中国始终保持低调冷静一对 川普政府还发函邀请200多人见证官吏 但中方派出的代表团 只有大约10人左右 更何况按照尊重对等原则 重大仪式最好挑在第三地 这次选在白宫显然打破管理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半年度汇率政策的报告 宣布将中国从所谓的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中移除 就在贸易协议签署前夕 美国还撤销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控 释出善意 分析认为这一连串的安排 图显美方急迫程度易于言表 刘鹤赴美很可能是照顾美国面子 毕竟川普身陷弹劾危机 参议院正在审理相关案情 能借此转移焦点 同时大出风头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为何最新曝光 包括中国承诺两年内购买两千亿美元产品 扩大开放中国金融服务市场 加强保护智慧财产权等等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打不还手的不报复执行条款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没有履行诺言 例如美国产品没买购 美国有权利单方面重新对中国加肿关税 而中国不会报复 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 中国早就表明态度 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过去两年中美两国贸易战边打边谈 如今纷争软化 双方商定重启定期会谈机制 磋商经贸 但专家警告这并不代表从此高枕无忧 第一阶段只是止血 第二阶段预料牵涉棘手议题 加上年底又有美国总统大选 大国竞争态势较励激烈 贸易战尚未终结 一波未平恐怕一波又起 在新闻全片报道 这些 Zack 男人